这个中瓜虎,里面给它1,按全部取代 总共有700项 那一样的方式的话呢,再到这边 把它按一个复制 这边关掉好了 按Ctrl C,Ctrl H 这个字就过来 这边再把它改成2 按全部取代 那也是700项 在关闭之后的话呢,再来就是3 这个地方,Ctrl C,Ctrl V 这边把它改成3 也就是说呢,把题号呢,做取代的动作 取代的动作 那总共需要4个动作 4次,所以一样的方式 Ctrl C,Ctrl H 然后这边的话呢,把它改成第4 按全部取代 好,取代完毕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 这个地方呢,怎么样做分格 那分格的话呢,我们要知道说 有哪些是一样的部分呢 我可以在中间加一个Tab 因为利用Tab来做那个表格跟表格之间的分格 所以这边的话呢,第一个我看到一个点 它有一个共通的,有没有 这边有个点 这个应该是空白 空白加上这个牵刮壶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点 空白加刮壶,有没有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加一个Tab 我上里,呃,这地方我上里方是 利用空,那刮壶好了 刮壶的前面呢,再加一个 这个Tab,加一个Tab 所以呢,我用刮壶的地方呢 Ctrl加H 或者加空白好了 空白,空白刮壶 空白刮壶 前面,这个中间哦 前面加上一个所谓的Tab CtrlH 然后,CtrlC,CtrlH 好,那这边把它贴上去好了 一个空白,加上一个刮壶 然后把这边贴上去 空白加一个刮壶 那前面加上一个定位点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用一个定位置元 那在这个地方前面,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定位 因为我们利用定位置元呢 当成那个我们分格 那前面的话,再贴一次哦 空白加一个刮壶 等于什么呢 一个Tab 加一个空白加一个刮壶 那将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哦 Tab的部分呢 就会当成一个分格 也就是说我将来呢 会在这边多一个分格符号 拿一个全部取代 应该要有700项才对哦 多一项 701项 如果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哦 建议你多一个条件哦 这边我把它复原一下好了 CtrlZ 然后复原一下 最好不然再多一个点 点 空白 刮壶 Copy 然后CtrlH 把这边把它贴上去 那这边也要把它贴上去 贴上的话就留下这个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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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